男人刚成为军人就想要当逃兵 因为队阅自卫战即将打响 然而如此贪生怕死之人 竟还是与连长同级的指导员 他名叫赵蒙生 由于母亲是部队里的高干 拖了几家关系将他调派到连队里度金 本想着在部队里凹几个月后 回到城里封个一关半职 可没想到 战争竟在此刻打响 但另一边的连长却十分开心 因为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这则消息 还沉浸在新指导员到来的喜悦中 他早已申请的年假迟迟未休 就是连内没有指导员 一直放心不下 现在 他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申请休假了 可没等连长把话说完 赵蒙生就阴阳怪气了起来 连长有些摸不着头脑 为何指导员如此反常 随后 他看到报纸头条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战争来了 但此时 老兵近开来却已帮连长买了回家的车票 然而大战将至 他是不可能回去的 并且连长收到风声 赵姆似乎在为了不让赵蒙生奔赴前线 这几天在团里疯狂往失礼之殿 若真的调走 那连队就群龙无首了 近开来一听 气不打一出来 就在这时 他看到门口恰巧路过的赵蒙生 直接跑到窗边打开嗓子 到了第二天 果不其然 连长最不想听到的消息传来 赵蒙生的调派令静真的下发了 这通电话 就连一向好脾气的连长 也瞬间炸开了锅 一通臭骂 只是为了宣泄此刻的怒火 等平静过后 连长说出他心中的肺腑之言 这一番话似乎触动了赵蒙生的内心 他竟出现在了奔赴战场的火车上 一旁的连长感到十分欣慰 但很快 赵蒙生马上就将后悔自己做的这个选择 战士要当逃兵的想法 竟被母亲告知了军长 本以为可以保住儿子小命 不曾想却险些将他害死 刚挂完电话的雷军长 紧急召开战前动员 士兵们听完这番讲义 纷纷拍手叫好 唯独赵蒙生被吓到冷汗直流 到了第二天 老兵近开来更是拿着这件事情开栓 即便雷军长没有指名道姓 但谁都知道 军长口中的胆小鬼就是赵蒙生 而他自己也羞愧得无地自容 战友们的冷嘲热讽持续了数小时之久 无法忍受这份屈辱的赵蒙生召集了所有人 他对着全连队的战士们怒吼道 这番觉悟 为了能在今日内到达任务地点 连长当即决定从丛林穿过 然而战士们尽管没有停歇的赶路 却仍进度缓慢 于是连长做了一个决定 将身上携带的物资果断抛弃 留下少许的水和食物 跑在夜色降临时 终于抵达任务地点 等天色微亮 连长立刻下令发起了总攻 战士们倾巢出动 他们在纷飞的子弹间穿梭 炮火扬起的尘土 在空中四处飞扬 即便随时都有殉命的风险 但我们的战士早已不惧生死 在以生命当作筹码的代价下 结束了这场小规模冲突 等攻进敌军战壕时 所有人都乱了 几个明晃晃的中文却格外的讽刺 就连武器也刻着中国制造 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下 我国捐助了越南两百个亿的物资 可回敬我们的 却是夺命的子弹 灼热的炮火 连长怒不可遏 直接率领弟兄们 被逃窜的越军疯狂扣动扳机 可随着战斗的持续 更大的困难接踵而至 由于此前抛弃的物资 导致现在严重缺水 为此赵萌生当即决定 要去当地砍点甘蔗回来 可他刚一动身 就被静开来拦了下来 有你这话就行了 犯错我的事 哪能让你们这些当政治的去干 我就不信 那还那点 二百个亿换不回来他一空 甘蔗 然而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 随后 战士面色猙獰地将甘蔗带回 由于越军逃跑前 在甘蔗林前埋了大量地雷 等他回来时 就已变成了这副模样 说完他便永远地留在了战场上 战士们用力地砍着 静开来用生命换来的甘蔗 他们在心中 又多了一个必须战胜的理由 补充水分后 九连继续发动进攻 但敌军火力凶猛 眼见九弓不下 一位无名的战士当即扛起火炮 可当他扣动扳机时 却发现是梅亚弹 于是立马填充第二发 再次发射 静又是一枚哑弹 众人错愕之际 一发冷枪射穿了战士的胸膛 连长立马上前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而炮弹上的数字 让他瞬间火冒三丈 炮火成功轰炸敌军 警戒我方士兵迅速冲锋 直接攻下越军注点 然而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赵萌生突然被连长一脚踹翻在地 是敌人发起了偷袭 他的小命是保住了 可怜长的心脏 却不偏不倚的被子弹贯穿 战士们蜂拥上前 只见厚厚的军服被鲜血尽尸 赵萌生差时失去理智 他竟无视敌人的威胁 站在高地疯狂扫射 他将生死抛之脑后 盗起手雷冲向敌人 哪怕自己与敌人同归于尽 他也要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血恨 最终 他还是应了雷军长那句话 要第一个去炸掉碉堡 好在赵萌生成功击溃敌军并存活了下来 等心情平息 战士们给连长整理一涌时 发现一张被鲜血染红的纸条 上面记载的 是连长家人生病时所借的每一笔账 然而还剩620元 已经没有机会亲自偿还 于是赵萌生暗自决定 他必须要完成连长未完成的事情 这是军人的最高荣誉 可佩戴他的士兵们 却各个面色凝重 因为更该拥有这枚勋章的战士 已永远地留在了越战的战场上 然而营长打来电话 让赵萌生瞬间火冒三丈 上级决定 烈士静开来不给予立功的处理 其理由竟是他生前经常顶撞领导 并且在战场上砍了当地的甘蔗 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 但若不是静开来的坚决果断 赵萌生也不可能活着坐在这里 很快 烈士的家人们都来到了军营 作为指导员的赵萌生 给家属们一一地上勋章 只有一对母子 坐在角落里无人问津 心存愧疚的赵萌生 在心中默默做了个决定 慰问结束后 他来到静开来的妻儿面前 将本该属于静开来的勋章 递给了他 大嫂 开来他 确实是英雄啊 他一个人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吊宝 是他带领着我们 打推了敌人三次反托 妈妈 这个奖赞我要 这是爸爸的奖赞 安抚完静开来的妻儿后 他收到战士通知 大部分家属已妥善慰问 但唯独连长 可以为无名战士的家属尚未赶来 赵萌生当即下令 必须密切关注 给烈士们一个交代 与此同时 赵母来到了营内 为的依旧还是想将儿子调走 他认为 儿子成为了越战英雄 调派的事情更加顺理成章 甚至调侃起了雷军长 不念当年的生死之交 然而赵萌生的脸上 早已没了当初的青涩 他刚想上前反驳母亲 却被雷军长拦了下来 军长先是放下架子 与赵母诚心的道歉 但随后也将自己想说的话直言不讳 人家都有妻儿老小 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 只是走过场 该流血牺牲的时候 让老百姓的子弟上 这不是共产党 我有个血 打过仗 打结 共产党的字典里 没有共产两个字 一时间 两人剑拔弩张 可突然一阵敲门声 却让赵母羞愧到无地自容 军长 原来 那名发射雅旦牺牲的无名战士 是雷军长的独子 他整理好着装 面色凝重地接过了军长 即便是经历大风大浪的军长 也会有哽咽的时候 赵母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自私 这些年来 他离开战争太久了 离人民太远了 然而十几天过后 连长的家属终于到达 可奇怪的是 明明早就听说连长的家人出发已久 却直到今天才来到军营 一番交谈过后才得知 他们来时并没乘车 而是一路跋山涉水的徒步走来 为了省下点钱 用来偿还连长欠下战友们的债务 可赵萌生坚决不同意 因为连长是为了救下自己而死 他必须担起这份责任 于是赵萌生便卖了自己最心爱的相机 打算替连长偿还债务 而多出来的钱 买了一些物资和奶粉 带着去探望连长家人 一并来的 还有连长的遗物 里面的一只平平无奇的波浪骨 是连长为尚未出生的孩子准备的 可惜他没能亲眼看着孩子长大 随后 连长夫人强忍着泪水 来到丈夫坟前 看到高高隆起的土堆 他再也扛不住了 此时雷军长走了过来 他是以一位烈士父亲的身份到来 同样是去至亲的两家人相互安抚后 云淡风轻地聊了一个晚上 随后 在为连长家人举办的离别宴上 雷军长姗姗来迟 可到了现场才知道 原来昨晚他们互不认识 什么长 我想说句心里话 你是个军长 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 是什么 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 我总算是看到了 一寸山河 一寸血 一泡热土 一泡魂 微风抚摸着满山的花环 高山还是那座高山 但青山有幸埋中 英雄 长眠于此 富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